印度到底是什么局限 宁愿自己国家两亿人挨饿 吃不上饭 也要把自家的粮食出口到我国 然后还在媒体上发布消息 宣称我国遭遇了粮食危机 可看到中国进口粮食的用途后 印度才发现小丑原来是他自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我国对于粮食的需求自然也非常大 每年都从外国买进大量粮食 更是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 一年就需要进口约200万吨大米 而印度则是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 连续8年保持大米第一出口国的地位 但有意思的是 30多年以来 这对全球最大的买家和卖家 却从来没有做过关于大米的生意 我国之所以不买印度的大米 是因为他们的大米质量实在是不轻 我国人吃的大米 一般都是以椭圆为多的粘米 可印度的大米是细长的硬米 口感又干又松散 根本不符合我国人民的口味 所以长期以来 我国大米的进口来源地 主要集中在泰国 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相互之间一直保持非常不错的关系 但是在2020年12月份 这个局面忽然有了变化 我国率先打破了两国之间 成功已久的大米交易 主动找到印度协商 并最终签订合同 将会在2020年12月到4年2月份期间 从印度进口10万吨大米 并表示如果能够满足中国的质量需求 未来我国还会加大购买的力度 这条消息已经爆出 印度媒体就开始不想连篇了 在媒体上鼓吹说中国的粮食供应出现了问题 他们稍有其事地说道 我国与世界多个国家签署粮食协议 大多数都涉及到粮食进口的问题 从这些信息上 可以反映出中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的粮食危机 随后路透社也紧随其后发表文章称 我国由于供应紧张 才会几十年来首次从印度进口大米 那么中国真的出现粮食危机了吗 恐怕真相要让印度失望了 根据公布的数据 2020年我国大米的产量为1.47亿吨 是全球最大的大米产量国 几乎占到全球大米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每年我国进口200万吨大米 只占到很小的比例 至于从印度进口的10万吨 那更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进口 每年我国出口的大米也有200多万吨 所以中国缺大米 只能存在于印度的幻想中 但是既然我国不缺大米 印度大米也不符合我国人民的口味 我国为什么还要从印度进口大米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 为了推进我国粮食进口的多运化 随着我国人民越来越富裕 人们对粮食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需求也越来越多运化 所以才会从国外进口不同品种的大米 来满足国人的不同需求 至于担心我国自身产量不足 那完全就是起人忧天了 我国之前就多次表明了 在小麦 大米 玉米这三大主粮方面 我国不仅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而且还有大量的结余 第二个原因则是 为了给粮食安全加上一道保险 虽然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很高 但不等于说就是绝对安全了 毕竟中国人就太多 粮食的需求太大 维持适度的粮食进口 可以在遇到灾荒等意外时 为国内粮食安全加上一个选项 第三点则是 为了履行我国加入WTO时的承诺 按照当年入市的约定 我国需要每年按照国内粮食消费量的5% 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大米 所以从印度买大米 就是我国兑现承诺的一种方式 而我国之所以会选择印度 也没有什么难言之隐 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的大米便宜 之前我国前五大米供应国 几乎都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但是在2020年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这些国家的大米产量全都大幅下滑 进而导致出口的粮食也大量减少 其中全球第二大大米出口国泰国 最为悲惨 不仅受到新冠的影响 还遭遇了罕见的旱灾 大米产量以及出口量 创下了近20年的最低纪录 所谓物以稀为贵 大米的数量少了 必然会造成价格的飙升 数据显示 越南5%破碎率的大米 每吨的价格几乎将近500美元 是最近9年以来的最高价 可就在这个时候 印度爆出了每吨大米300美元的价格 换算下来 每斤大米的价格也只有一元左右 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从自身利益上来考虑 我国自然会选择价格更低的印度大米 但是大家放心 口感极差的印度大米 是不会出现在我国的市场上的 我国进口的大米 除了像泰国香米这样的高端大米外 其他进口过来的 主要是用于酿酒和制作米粉 以及淀粉等原料需求 所以由此看出 印度所吹的我国粮食景区 完全就像是跳梁小丑一般 最后只能被赤裸裸地打脸 我国正常的贸易往来 就会被国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恶意抹黑 就像我国从美国进口大豆 就被谣传我国在闹饥荒 而真相则是我国养猪行业的繁荣 需要大量饲料 而从美国进口过来的大豆 除了榨油之外 大部分做成了养猪用的饲料 印度媒体担心我国粮食危机 倒不如多操心操心自己吧 在联合国和世界粮农组织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来 2020年 全球饥饿人口将近7亿 其中有30%都是印度人 算下来 印度国内还有两亿人正处在挨饿的境地 可印度为何在国内人还吃不饱的情况下 还非得出口大米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 生活在底层的印度人民了 印度人口数量巨大 但发展的速度远远落后我国 其GDP的18%来自农业 而农民则占到全国人口的80% 可以说 印度的农业完全是靠人工堆量出来的 现代化水平非常低 生产效率更是低到离谱 2020年疫情蔓延 印度深受其害 市场一度低迷 特别是农业产业链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农民们生病的生病 传染的传染 劳动力瞬间不足 对依靠人口堆量的印度农业来说 播种收获等等工作全都没人了 包括很多的企业也都纷纷倒闭停产 印度经济处在崩溃边缘 此时印度想要维持住日常生活 但手上也没有钱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出口赚取外汇了 由此一来 即便国内印度还有两亿人面临着吃不饱的问题 但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印度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卖粮食来维持生计了 国际上把印度这种粮食出口的行为称之为饥饿出口 民以食为天和印度被迫卖粮相比 我国的强大和富足早已让我们不必为吃饱发愁了 可就算如此 我国还一直居安思危 严格控制十八亿亩土地的红线 呼吁节约粮食 进口粮食 我国却连续十八年大丰收 出口粮食 印度却有两亿人吃不饱饭 而且要不要从印度进口 主动权完全在我国手上 所以印度宣扬中国粮食危机 他们最大的大米出口商总裁 还认为中国最终别无选择 只能从印度购买大米 真不知道印度这种盲目的自信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